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石坚叔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说到1973年石坚在李小龙那套电影《龙曾苦斗》之中 演出大反派韩先生的角色 其中有一场戏与李小龙以真功夫来对打 相当精彩令观众拍烂手掌 1975年石坚叔进入无线电视担任艺员 在这期间有一部剧叫《功夫热》 这部《功夫热》就是石坚叔在《无线》里参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之后他拍摄过很多部相当受欢迎的剧集 例如《狂潮》、《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折冬斜斜西毒》等 这些经典剧作也有份演出 在电影时期石坚叔多数是反派的 但在电视剧里面 石坚叔大多数都是飾演一些鱼雅欣迅和磁场长辈的角色 这也真是尽显了他的真性情 譬如说一些例子 好像网中人里的龙冠三这个角色 刘文大亨里的赵志远的外公 都是演一个正派的人物 在1992年石坚叔就退出了《影坛》 就是不再拍电影了 他最后一部影视作品 就是专为石坚叔度身订造开拍的 这部电影就叫做《奸人世家》 在1994年上映 在2007年1月至2月 香港电影资料馆 就举行了一个叫做《点子奸人》 这么简单《石坚》 这个节目 一共放映了13出《石坚》的成名电影作品 这个节目就用来 让大家多认识石坚叔的演艺 在2009年6月3日下午4时33分 石坚叔就在伊丽莎白医院 就是因为心脏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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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蜡蜡蜡�蜡������ 石堅他本身是一位相当平易近人的长者 在戏行中,大家都相当尊重他 石堅叔在戏行中是备受尊敬的 在1992年当他宣布退出影闲时 当时无线电视台帮石堅举行一个盛大宽宋晚宴 并且在综艺节目《欢乐今宵》播放 节目的名字是《石堅江湖灾坚惠群行》 足以可以见到他的江湖地位是多么崇高 文化界人士对于石堅叔更赞配不宜 其中金庸,即是《射雕英雄传》作者金庸 更表示最喜欢石堅在1978年播出 那一套无线电视剧集《以天屠龙记》里面 石堅饰演的角色金无诗黄的借讯 金庸表示相当之喜欢他这个角色 并且亲身提出了《神堅如石》 这个提片赠予给石堅作为纪念 著名书法家蛇雪曼更在退休时送上了他的墨宝 墨宝上写着《毅如玉石》 《历久离坚》 由此可以见到石堅叔在行内的崇高地位 石堅为香港的演艺文化界贡献良多 即使他离开了银潭十多年 他仍然十分关注香港演艺文化事业 而且还经常出席香港演艺人协会的一些聚会 在2006年 石堅捐出了他名下的一个物业 作为给这个演艺文化界团体 来做推广和发展用途 这个物业原先是由石堅、高老全、金蕾、李秀琦、黄楚山、甲粉买入 以作为业界提供休息地方和作联移之用 现在他直接捐出来给大家用 相当豪爽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石堅叔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要休息了 喜欢这条片和喜欢石堅叔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和分享这条片出去 给其他喜欢石堅叔的朋友大家分享 另外也希望 未订阅我们阿N与阿N与阿N频道的朋友 请你多多订阅我们阿N与阿N频道 那我们下一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 石堅叔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